中秋節要交流 東南町的社會愛心 讓朋友們同樣要來做月餅頂頂的伴手禮 雖然看到大家都很忙 不過這已經比去年多輕鬆 因為在後面有地減少的倫理協助 讓他們最煩惱的是 送禮定大減一半 一個應該是大環境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就是無形中訂單真的是減了一半 以前都是中秋到的話必須要加班到八點 九點 十點 現在幾乎可以不用了 當然是有一個人力的資源 感覺地檢所那邊 有一個人力的資源來給我們 訂單少了 我們當然是會比較難過 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多多支持身為 購買 購買 謝謝 對自己生產的產品都很有心心 社會愛心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用心 這會來協助這群聽意中的孩子 找出一條酒藥的路 其實我們的材料用得很好 都是用紐西蘭進口的奶油 還有一般 像一些好幾次的食安問題 我們並沒有被迫及到 那我們的茶用得好 所以顧客也覺得應該是健康 然後自然這樣子 自然健康取向 可是訂單不好 我們希望說 雲林的各位鄉親的話 可以多多的跟生輝購買月餅 然後如果有需要 歡迎他們給你們訂購 因為這幾年做股票 我們無聊都蓋購 今年做股票 用的兩元一塊就要10塊 也讓社會的壓力很大 但是他們今年沒有蓋購 也希望企業可以來協助購買 也就像我們的鴨蛋 鴨蛋原先 我記得好幾年前的話 5塊 6塊 現在漲到一個10塊錢 然後藍粉也漲價 所以說什麼都漲的話 就是無形中訂單差不多撿了一半 我們的價格跟去年一樣 就是說自己吸收 不只是說 讓這些青藏生 還說可以有工作做 可以過得去這樣 這些用料都很實在 下廁 社會也希望大家可以教育 多多來香腸 讓這群聽不到 也不想說我的孩子一個機會 歡迎大家一起來訂購 生輝健康 美味的中秋月餅 基礁真心 藏寶島